大半夜于一南骑车来到巷弄 后车厢挂着物品可以挡住车牌 找到目标就立刻下手犯案 短短两分钟内破完红旗 骑车快速投意 名宅铁门被泼洒红旗一大片 恐吓意味浓厚 事发就在台北北投区中华街上 原来屋主和嫌犯遭有土地纠纷 而这场恩怨竟还埋了30年 受害屋主情绪激动不愿多谈 但据了解退休前他从事代书工作 曾替嫌犯卖过土地 当时剩下一些机灵地没有卖出 最近嫌犯得知可以都跟 吊权撞上卖地赚钱 却发现机灵地变成国有地 怀疑是无姓怠叔30年前 帮忙卖地时动了手早气的颇旗保护 一时气愿难耐 携带红色油漆 是被害人住所前 拨撒窃后 警循后营毁损 这些难请 事临地先处侦办 成型嫌犯被带后公称 无姓怠叔其实是他阿嬷的亲戚 原以为透过关系委托卖地 能减少纠纷 没想到出事后 对方却避不见面才会登门泄愤 但涉嫌迫弃恐吓 这下纠纷还没解决 烦到自己先进了警局 记者叶维玲 张妹子采访不动